他每次进监狱都会熟练的戴上手扣 然后又很自然的解开 狱卒也没把女孩当外人 吃猪蹄也不忘给女孩拿一个 其实女孩是一名现代医生 下班去看偶像演唱会录上 不小心撞上了路障晕倒过去 就在这时 百年难遇的蛇夫座流星雨滑过 女孩穿越到了千年前的黄道国 惊醒过来的他以为自己刚经历了车祸 于是紧张的抱着身旁和偶像家乘长的一年一样的皇上北堂 军文武大臣认为他是刺客 于是皇上决定问女 但早就发现洛飞飞不寻常的萧王爷及时拦了下来 他堪称女孩是他府上的武器 洛飞飞被带回王府并被换上了古代的衣服 在他醒来发现这古怪的一切后 他还以为自己是被某个节目图绑来做节目 拿来他随身带的现代背包 看到包里的电棒孩子 洛飞飞赶紧带着他准备逃跑 洛飞飞偷偷溜进皇宫 想要找到自己的偶像家乘一起回去 可皇上却要再次把他打进当地 此时他才知道自己的偶像竟成了皇上 还穿越到古代竟然跟乞丐抢吃的 好在乞丐并没有为难他 第二天乞丐走了 女孩只能找点事情做养活自己 他在街上转了一天也没找到活 就在这时 一位原娘注意到了他 他告诉女孩这有一份工作 可以让他衣食无用 洛飞飞还以为这是练瑜伽的地方 可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待他反应过来这是一红月 想逃都逃不了了 为了给客户更好的体验 原娘决定把洛飞飞带下去好好谈议 首先是教他统资 后来是教他如何给客人倒茶 多操作直接让洛飞飞看傻眼 他喷了原娘一身茶 接着洛飞飞打了赵公子两大巴掌 身后的歌姬们被吓得瑟瑟发 公子一把扛起洛飞飞就向房间走去 洛飞飞被吓得连连后退 此时赵公子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还穿越到古代旧人 竟看中了一头汗血宝驴 见自己的小毛驴一动不动 原来就在昨日 飞飞无意间在一个山洞中 听到一群人正在密谋刺杀皇上 情急之下他选中了一头小毛驴 虽然你是驴 但我不建议 飞飞骑着小毛驴好不容易追到皇上 可他却把正事给忘了 竟开始发起了牢骚 我骑驴难使你妈妈 这驴腿有马腿好吗 写示他们正在追一个刺客 此时洛飞飞才想起来行刺之事 殊不知埋伏已经就寻 蛇夫座的歹徒朝着他们设计 洛飞飞为了保护皇上不幸 肩部冬叔 只好挟持洛飞飞当作人质 就这样洛飞飞被两个人架着走 你妈妈不怕了 你妈妈不怕了 这事皇上和陈王爷打过来 没想到皇帝却说 飞飞就是府上的武器 让他们赶紧把他送给 原兵也赶过来 涉事歹徒无意逃脱 然而皇上和堂王前脚刚走 洛飞飞又被带进了之前的那个监狱 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欧皇 原来就在昨日 洛飞飞因为救了皇上 结果被当作嫌疑人员打入大牢 任命的他只好乖乖地 把手铐戴在自己身上 然而他刚扭头 就看到狱卒在吃好吃 我们吃啥了 心爱的女孩又被抓住大牢 就在他前去探望时却发现 女孩早已在牢里过得如鱼得水 看到洛飞飞出老千 洛飞飞赶紧示意王爷别出声 谁知他刚把牌打出 众人就看出了不对劲 后洛飞飞便跟陈王回了王府 突然洛飞飞想起那天 看到蛇夫座人身上的记号 他赶紧去找蛇夫座的长老 跟他解释自己的故意 因为在黄道国 蛇夫座就是一个不祥的星座 然而就在长老看到洛飞飞的记号时 却发现 洛飞飞就是他们蛇夫座的星座 这让洛飞飞更加难以置信 见解是不通他赶紧揉之大忌 结果就在他刚回到王府时 却发现有个隐身的女孩 趴在陈王的房门上 却惊动了正在洗澡的王爷 女孩赶紧提着裙子向外跑走 而此时的洛飞飞正愣在原地 洛飞飞想跟陈王解释清楚 结果一激动竟把王爷的衣服扒了下 你还一激动 竟喝了皇帝一身的菜叶子汤 洛飞飞 连忙解释自己不是故意 要是故意就不是用水而是用粪了 就在昨日 陈王从大牢把洛飞飞救了出来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第二天洛飞飞就被丫鬟吵醒 告诉他要进宫当女官 这让洛飞飞很是不解 洛飞飞还是背着包袱进了宫 海公公把他带到了星义坊后 交给了碧莲私钥 而这碧莲私钥不是省油的灯 他给洛飞飞安排了角落里最小的床 还让他刷最臭的粪桶 更过分的是 在他扫地的时候 还带着一群人边嗑瓜子边丢地上 就在这时 皇上刚好过来探望洛飞飞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 一位女刺客悄悄拉开了宫 在皇帝肩膀拔过 随后两人躲进了屋里 刺客不死心仍不停地放箭 两人在床上不停地躲避屋外的街 飞大喊救命 这才惊动了侍卫和太监宫女们 侍卫带人很快就将行刺的宫女制服 而皇上也和洛飞飞走了出来 前这个皇帝正在避动一个太监 太突然了 昨日 皇上突然心血来潮想要撩搏女孩 不料却遭到对方吐槽 将皇上按在了墙上 这波操作直接让皇上咽了咽口水 等皇上回到皇宫 就对太监练习了起来 这可把太监给吓坏了 然而单纯的皇上却发现 这和壁东女孩的感觉不一样 妈 建屋里有人立马来跑 玩好 皇帝见状瞪了他一眼 接着吩咐其他人都下去 让洛飞飞打扫房间 拿着鸡毛胆子就扫上了皇上 你会不会打扫 脑枪 只见皇帝拿过鸡毛胆子 当即就要给飞飞演示一下 不料飞飞却一屁股坐到了皇帝的位置 大摇大摆地盘着 边看书边悠闲地吃着葡萄 而皇上却在认认真真地打扫的位上 这个活太过无聊 洛飞飞很快就打起了瞌睡 接着歪头倒在了皇帝肩上 皇帝抱着醉酒的女孩去客栈 可就在开房时 她怪异的打扮却引起了老板的注意 就在刚刚 闺蜜嫣然找到飞飞 让她想办法帮自己追到陈王 热心肠的飞飞立马答应了下 结果却把嫣然拉到了一家姨红月 飞飞告诉她 这里的每个小姐姐都能教她泡到王里 接着把她推到姑娘们中间 让他们好好吵架 嫣然还没反应过来 美女们就将她拉在了一个鞦韆上 给她分享了许多拿下男人的秘句 多久 两人就摇摇晃晃的从店里出来 就在两人走到一座桥上的时候 忽然脚底一划眼看就要掉进口 还好皇上和陈王及时赶来把她接住 和嫣然赶紧手拉手互换位置 躺到了自己男人怀里 就这样皇上和陈王一人抱了一口 皇上蒙着脸抱着飞飞刚来到客栈 老板就把她当成事为所 飞飞口中一直念叨着别的男人 嫉妒新爆童的皇上 直接一口堵住了飞飞的嘴 此时的老板正带着官兵赶到殿 他们刚进来 就看到两人在热情床派 官兵准备拔刀制止 却发现眼前之人竟是皇上 第二天太后把几人召进宫 当即便指责洛飞飞把三人带 飞飞当即便站了起来 自己抬腿就要去罢了 她天天不让你进去 这是什么 你别跟我的 刚刚 宫女们都还在干活 飞飞和嫣然却躺在床上睡大觉 不料被主管补摇碧莲发现了 碧莲直接把两人从床上揪了起来 洛飞飞随手拿了根大木棒防身 见碧莲就一个人她丝毫不慌 可碧莲一个招手 所有的宫女都围了过来 洛飞飞见状立马就怂 随即碧莲抬手就要打洛飞飞 没想到飞飞竟给她来了个 Beat me fine 接着反抽了碧莲个大嘴 一群人瞬间展开了乱战 虽然对方人多势众 可飞飞和嫣然却丝毫不落下风 太皇太后正往心一方赶 而洛飞飞却在屋里 说着碧莲和太后的坏话 这一幕直接将在场的众人 吓得目瞪口呆 然而就在飞飞准备看看 是哪个党人弹势 却发现竟是太皇太后 还坐牢就如同回娘家 狱卒见了也是很寻常的问了句 这次你又发生这了 吃完午饭 狱卒就告诉她全国发生虫灾 百姓们都被吓得不敢出门 这时一只大虫从桌底爬了出来 大家都被吓得从凳子上跳了几倍 然而飞飞看到虫子却乐了 皇道国正遭受百年不遇的虫灾 城内爬满了飞红硬颗虫 此虫所到之处万物不生 地上还会留有一滩泥 当间传言此虫还吃活物 有百姓不慎落入虫堆 身体瞬间就被咬过 此时的皇上和太后正在商讨 如何治理虫灾 臣王告诉太后飞飞可以解决虫灾 可太后却既恨飞飞说什么也不懂 忽然宫女前来禀告宫内来了好多大虫 手里还提着一只一尺长的龙虾 太后被吓得脸色苍白 连忙下令放了骆飞飞 出狱后的飞飞看着满院子的小龙虾 顿时乐开了花 咚咚咚的蒜蓉小龙虾就炒好了 皇上将小龙虾作为一道新菜给大臣分享 公主这边 吃的那是津津有味 一个接着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皇上见状也决定去试试大仇 此时的骆飞飞也敲着大锅 做起了小龙虾的身口 百姓们也不再对小龙虾感到畏惧 一个个捡得不亦乐乎 宫女将半斤毒液挤进燕窝里 怎料皇帝刚吃完 瞬间双眼放红手脚颤抖 就在刚刚 宫女们在打扫时发现一只虫子 不料新金女走近一看 竟是一只毒珍珠 于是悄悄把它藏进衣袖里 随后又偷偷将毒液挤到女孩的燕窝里 不料却阴差阳错被皇帝喝下 结果皇上刚吃完 直直的栽倒在地 好在一旁的陈王及时把她抱住 于是皇上被严严实实地绑好放在床上 戴洛飞飞赶到时 皇上的毒素也愈发严重 太后派了碧莲私要给皇帝一指 可这碧莲一心只想得到皇上 竟想趁着皇上中毒之际借机上午 她双眼泛红再次变成了狂化怪物 抓起新金女就是380度疯狂暴击 就在这时 飞飞听到声响急忙跑进屋 唐王一掌把皇帝打晕 飞飞双眼含泪地看着神志不清的皇上 不料皇上再次发狂咬住了飞飞的肩膀 飞飞强忍着疼痛不断安抚 不然他们发现皇上的毒在减退 原来飞飞的血能抑制毒性 可不等众人高兴 皇上的毒性突然又爆发 飞飞决定跟她换血 她紧紧抓住皇上的手 紧接着御医施展异能将他们的血液护换 很快飞飞被毒素侵蚀晕了过去 还好飞飞的族人及时赶到用异灵就吓了她 就给摘了下来 在闻到味道不错后 还贴心地拿给一旁的唐王分享 不料这时皇上却突然走了过来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闯祸了 机智地她直接开启甩锅模式 被冤枉的唐王也是气得只咬牙 皇上见状直接拆穿了飞飞 并说这花是自己准备在大婚当天送她的女人 说完飞飞便傲娇地转身离开 而皇上则如同你的那个冤准男友追你十一半 连忙跟了上去 然后对着飞飞一顿赔礼道歉 飞飞见状也是很大度的原谅你 不料下一秒皇上却又跟她要请了嫁 飞飞这个小低龄鬼拿出了皇上前两天给她客的小木人 开心地扑进了她的怀 就在这时 躲在墙角偷看的宫女嫉妒心再次爆发 向飞飞射出了一支毒雕 幸好皇上反应迅速 一把直接将暗器接了下来 要不今天我就先不许了 咱们走 这招欲情故纵直接让里面的新娘坐不住 今天是飞飞和皇上的大婚之日 而唐王也得到太后赐婚 奔猎故国的下宾公主喜结良缘 两人在同一天举办了婚礼 由于嫣然和楚将军把门堵太过严实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内幕 他们来到太后面前进茶 飞飞在端着茶水上前后 太后赏赐给了她两个大金拙 小公主的赏赐去让她傻眼 这礼物都让你皇嫂领走了 爱家就送你绸钻百批 早说给钱我要拿那么多干嘛 快进茶仪式结束 可就在众人要一部新主殿拜堂时 小公主就假装肚子疼离开了现场 后早已被猎户国的国师附身 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 这才将小公主赐婚给唐王 毕业的相处中 小公主早已被赤城的飞飞和皇上一行人打动 内心十分矛盾 等到猎户国大军攻打进来是她想要阻碍 可一切都太迟了 而唐王在得知自己一直被心爱之人蒙骗时 愤怒地举刀向她回去 然而却发现自己都下不了手 为了保护小公主 唐王被太后一锦刺穿 随后又被连捅树刀 正当她命悬营现实 下兵将一把匕首从背后刺向了太后 很快太后就倒地呜呼了 而唐王也因受伤太主 还没来得及交代什么就离开 这让小公主悲痛苦 然而就在这时 太后的身上突然飘出一堂飞烟 随后直接钻入了唐王体 死去的堂堂突然睁开双眼 她捡起地上的匕首对着下兵连捅树刀 彻底了结了小公主的生命 随后她仰天长笑 就向着皇上飞飞拜堂的大殿冲了过去 尚终于迎娶了自己心爱的皇妃 可就在婚礼进行正热闹时 敌国突然发起了进攻 皇城之内瞬间失衡遍野 而殿内的朝臣们正互相敬酒 洛飞飞想着皇上晚上要干大事情 于是便替皇上挡下了其他新主的酒 突然所有喝了酒的人都倒地不醒 就连飞飞也倒在皇上的怀中 这时趁王冲进大殿告诉皇上 猎户国大军攻入了城内 皇上健壮立马和陈王一同出城御敌 可还没等他们与敌人交手多久 被国师附身的堂王就冲了过来一剑刺向了皇上 陈王健壮赶紧上前帮忙 可他们又怎么打得过魔鬼 最终二人不敌国师皆败下阵来 这时被魔化的堂堂终于恢复了些许意识 他用意识召唤分身一剑了结了自己的幸运 飞飞从皇宫出来的时候 城内已经遍地湿海 飞飞走到最后才看到已经没了生命的皇上 飞飞发动异能开始为皇上疗伤 很快皇上有了反应 唯一的弱点就是治疗会消耗自己的生命 可飞飞却顾不了那么多 就在这时蛇夫座的子民全部赶到 一言不发地开始对百姓进行救治 飞飞也因为异能使用过多 导致身体变得透明 皇上这时缓步上前给了飞飞最后的告别 醒来的众人纷纷看着飞飞 在大家的注视中飞飞缓缓消散 最后变成了一颗流星飞到了天上 等到她再次醒来时 自己已经回到当初出车祸的地方 她只能借酒消愁 以缓解对皇上的思念 这时电视上的新闻引起了她的注意 得知今晚八点在龙县山会出现一场蛇夫座的流星雨 飞飞急忙打车赶了过去 很快到了龙县山 此时的飞飞正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 跨越千年的恋爱 飞飞狠狠地抱住了那个她心爱的人